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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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各位 早安 歡迎又回到了我的Vlog 今天就是天氣一個超級爆好 陽光灿爛的星期五 然後也很熱 就是我們家是面膝 所以就是只要到這種傍晚 跟下午的時候就會有膝曬的問題 所以就是會微熱微熱 所以我就穿了一件 非常薄的襯衫 這一件是 Uniqlo的 然後呢 就是這個Vlog 我想要就是記錄我這個週末 因為週末剛好 就行程蠻多的 然後就想說可以從星期五下午 開始 就是因為我其實今天早上還是頗忙 我已經很久沒有 周五的時候就是還工作到這麼忙 通常周五都是在打混 可是今天周五就是真的有 做什麼事情這樣 所以我今天就蠻開心的 因為就是我覺得工作 就是現在的工作就是很像 每天都在解不一樣的puzzle 就是 比如說今天你遇到一個難解的問題 然後就一直卡在那 但是你終於解 解完然後拼圖全部拼起來 發現原因然後解決它之後 就會有一種爽感 就是那種爽感 跟你可能得到 得到薪水的那一天 那種爽感是不太一樣 雖然得到錢或是得到報酬的 嗯 爽感也是蠻爽的 也是不能缺少爽感 但是這種就是有點那種成就感 然後有一個click 你就是終於發現解決 然後有一種成就感 然後那種內心的滿足 我覺得是無法言語 好 反正anyways就是 我們就開始這個週末的vlog 喔然後我剛剛就是 因為今天心情就是突然頗好 然後因為我們等一下要 晚上應該要去 就是某一個地方 現在還沒有決定去吃飯 因為紐約已經慢慢可以開放了 所以就是我 Jackson跟Kevin 等一下我跟Jackson錄完Podcast之後 他們就會來我家集合 然後我們就會去吃飯 對 然後所以 Friday night我們就要去吃飯 想說也可以跟他記錄一下 然後所以我就是畫了一個 非常淡的妝 好我現在在我廁所裡面 嗯 首先就是我的底妝是用這個 理膚保水的 嗯這個有色的防曬 這個我覺得很好用 而且它其實蠻省的 這一罐我已經用了頗久 然後現在還是有 但是感覺它已經快空了 對然後它SPS有50 然後PA應該是四個家吧 還是幾個家 反正就是PA四個家 然後它可以抗UVA 所以我覺得high cream不錯 然後再來是 我一直都很喜歡的遮瑕膏 這是Claire Depore的那個遮瑕棒 然後這個我有推薦給Eva 然後它前幾天去買 然後用完之後 它就說怎麼可以有個遮瑕棒 這樣怎麼潤 驕傲 驕傲的臉 對就是最喜歡 然後呢 就還上了一點就是眉毛 因為我的眉毛是屬於就是頗多毛 然後我也不太喜歡 就是時不時去修 然後就是維持原本的眉型這樣 所以我是用這個 這個是Glossier的那種眉膠 它其實就是小小的一個頭 然後就是梳子 然後我就是 因為這是有顏色的 我的顏色是 就是Brown 對我的顏色是Brown 然後 所以我就是 它有顏色的地方就是 可以染上去 然後順便填補一些小小的空隙 但是就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眉毛 再來我覺得今天的重頭戲 我是想要給大家分享這個 這是一個有色的護唇膏 是這個牌子 其實我是前幾天跟凱文去逛Sephora的時候 他推薦我 他說他這個牌子的護唇膏 已經用光了不知道幾條 然後我想說 怎麼可能這麼誇張是有多好用 結果我就買了一個有顏色的 我買的顏色是這個Rush這個顏色 然後呢我打開給看看 它裡面 它其實還蠻酷的 它就是這樣扁扁的一個 然後它裡面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其實還蠻好用 我就會這樣 塗兩下然後這樣 所以它的顏色是很自然很自然 就是你沒化妝也可以用 然後重點是呢 它這個質地就是很潤 然後不是假潤 然後它又有一點點些微的薄荷的涼感 就是不是只有你一上上去大概前兩分鐘會有 然後之後就會消失的那種涼感 就是很多那種薄荷涼感的護唇膏 它會用到就是整個就是太涼太冰 然後會腫腫的 但這個就是很輕微 然後可是夏天你用就是又很舒服 就是涼涼完全不會悶黏 所以我還蠻喜歡它的質地 而且它是就是我是感覺它是真潤 是因為你擦一陣子它會吸收進去 就是它不會一直存在在那邊 然後有種光亮的感覺 所以我其實還挺喜歡這個的 想說今天趁機就推薦給大家 這個牌子不錯 它還有它有無色的 然後凱文是用它無色的 可是我覺得它有顏色的也蠻美的 在陽光下的顏色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簡單的妝容大概就是這樣子 OK我們現在要準備錄Podcast 然後今天也是有準備點心 這個是Doughnut 這個那個名字叫什麼 我忘記了我再補在下面 那不是Doughnut 不是 它在East Village一個日式的那種Doughnut 然後我們把它撕成一塊一塊 這樣比較好食用 然後這個是Cesamine 然後這個好像是Matcha 這個我忘記什麼好像是什麼Cookie and Cream吧 就還OK 我們剛剛吃了一個我覺得還OK 開始錄音 剛剛賈克松一直欺負Loki Loki一臉委屈 好啦我們要開始做正事了 我們錄完Podcast了 然後現在要下去跟凱文會合 然後我們要去吃一家義大利菜 它好像披薩滿有名的 是我一個同事推薦的 然後看到還有Calamari 所以想說帶大家一起去吃 中文字 군 中文字 中文字 說說的是它 更加普拉扎的生意者 無差別的誇獎和殺人秘書 都正在發生了 雲娃和鼻涼的狗狗 更加普拉扎的小狗狗 回家Loki 就躺在我肚子上 Loki 這麼 迷流的Loki Loki Loki 理我一下 拜託 嚇到你了 Hello各位早安 今天是星期六了 然後 為什麼我這個領子這麼奇怪 對然後 今天又要出去了 今天我們 我跟凱文還有夾克松 就是凱文幫我們預約了 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一個日本的藝術家 我突然忘記他的名字了 SHIT 就有很多點點的那個藝術家 對然後 他在那個紐約的植物園 就是Botanical Garden 在上面 然後就是 有辦一個展覽 然後就是我們買票想說可以去看這樣 然後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我們等一下會先去 吃一家Brunch 然後之後就是會去看那個展覽 然後因為他蠻遠的 他在Brunch 所以那個交通時間有點長 所以今天可能就是一整天都會在外面這樣 所以今天可能就是一整天都會在外面這樣 我今天好像超早起來的 可是我今天就很不想化妝 所以我就是又化了 就是昨天一樣的 妝容 只是我今天那個 沒有用潤色的 防曬 我就是用一般的防曬 所以臉的泛紅比較沒有修飾掉 昨天的那一家餐廳 其實我覺得頗好吃欸 我個人覺得很好吃 可是賈克松就是比較嫌棄 然後我跟凱文就是覺得挺好吃的 特別是他的那個Pizza 而且那個戶外的空間很好 就是我們坐在戶外 然後他剛好是一個 算是廣場吧 然後之後就是晚上還有人在那邊跳舞 就是最近好像有一個那種活動 就是他附給你耳機 然後就是一群人走在路上 可是外面的人聽不到音樂 只有就是有耳機的人才聽到音樂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些gassi 什麼螢光棒什麼的 然後就在那邊舞蹈 就外人看的會覺得很好笑 可是他們就是很enjoy在跳舞這樣 嗯 喔然後我的Vincenzo 我的Vincenzo 已經看到就是很後面 現在大概就是第幾集 20集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精彩 就是Vincenzo他就是一個 舌頭狐尾的 的劇 就是前面真的是 難以瞎咽的那種很想器具 然後可是越到後面就是越精彩 好 那等等出發囉 這個是Curl Brew 這個是他招牌的Rocked Coffee 他的優格跟corona一樣十九塊 這個這裡就是很高級 但他就是一個很一般的東西 還是你可以點然後看他來怎樣 而且我就不想要 凱文一直狂按拍照 我傻眼 可是我就對Sandwich沒有興趣 對Seller沒有興趣 大家都知道你的preference了 很多店 很多店 其實我覺得他們outdoor超棒 但會拍到別人 因為是滿 我們來的時候就滿 然後那個waiter就說 這個位置也跟outdoor差不多 就是說perfect 我點的是Waffle and Karage 他點的是Karage Sandwich 你的看起來很好吃 就是他的那個Cheese有Melt 然後這是Regular Fries 這是Truffle Fries 這是遲到的一個男人 遲到的一個男人 我沒有怕到你臉 有 遲到的男人 就選賓啊 那個男人 這好像是他的signature 所以我想說來試試看 好像都沒吃過 開動 遲到的男人點的French Omelette到了 他看起來超澎湃 而且蛋感覺有用四顆的感覺 很多蛋 看起來很好吃 然後還有附麵包 這Truffle Fries超好吃的 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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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麵包在台語上吃看 怕 我覺得怕 不是罵你 不是罵你 沒有我那個是自己的啊 我們吃完飯了 我們吃完飯了 然後現在要走去搭地鐵 要準備去布朗斯了 想到要搭很久的地鐵就很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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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 light Yeah You're simply one of one And all that you are You are You're simply one of one And all that we've got We've got May not be forever Could we be forever Yeah Yeah I'm sorry Kusama Comic Nature 到了 天氣超級好 天氣超級無的好 偷拍阿嬤們 這個是一個房間 然後可以互動式的 正在排隊 蜜蜂在哪 在我身上嗎 還好 嘴沒洗頭啦 難怪 所以他才飛走阿 兩天 請不要接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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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很漂亮欸 這感覺很可怕 他只是用布把它包起來而已阿 對吧 他只是用一個那種貼膜感覺把它弄起來 對啊 是嗎 應該是喔 密集恐懼症的人 密集恐懼症的人 看到這個應該會很可怕 密集恐懼症的人 你們今天好潮喔 潮難 很美耶 這什麼花阿 超美的耶 這是什麼花阿 這是什麼花阿 繡球花阿 繡球花阿 好像又不像繡球 很美耶 超美的 什麼種子 就是我們剛剛其實 我們 我要講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 有一個地頭 然後下面有很多腳的東西 我原本以為是章魚 然後 對這個 然後凱文說是 南瓜 然後那邊的人說是 那邊的人 那邊的觀眾 右邊的觀眾 右邊的觀眾 右邊的觀眾說是 說是拉牙 蜘蛛 拉牙 結果最後他的名字是 Dancing Pumpkin 所以是 凱文獲勝 不好意思 是 跳舞 因為我就很 我就judge他說 Pumpkin為什麼是中空的 所以他其實就是完美的表現 因為他在跳舞 因為他有腳 對 OK 好 結束 我沒有一一的片段 傻眼 天啊 今天的天空一直過曝欸 太亮 好 我們到了Dancing Pumpkin 超多人在排隊拍照 很多人 哇 誰是文清豐 是吳清豐吧 欸他可以走到裡面欸 那我 那我 那我進去探索一下 那我進去探索一下 我們來到了一個 非常多人的Garden 最後一個點到了 球球 哇 超漂亮 很想下去跟球球一起游泳欸 真的嗎 很舒服欸 可惜沒有戴我的比基尼 美金還是台幣 美金 現在right here right now 哈囉大家早安 昨天 昨天去看完那個 這個 這個 他應該叫 草菅迷生 的展在 Botanical Garden 然後回來就超累 然後我跟凱文就是 訂了 東西 在我家 吃完之後 然後我就 把最後的一集 Vincendo看完之後 我就 睡了 而且昨天超怪 我先 我先喝個我的豆漿 永和豆漿 這是我最後一罐 我覺得還行 我是在那個Wii上買的 對然後 我昨天回來之後就睡慘了 就好累喔 已經很久沒有出遠門 出這麼久了 覺得蠻開心的 而且昨天天氣也超級好 然後 去Bronze的路上 其實我頗緊張 因為大家都知道Bronze是 算是全紐約 算是最亂的一個區 然後我們就是坐地鐵到Bronze 然後還有轉公車 或是轉Uber 然後我們在等我們的Uber的時候 就有一些人會來 就是可能跟我們祈討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 我其實那個時候蠻怕的 可是還好 是因為我跟Kevin 跟Jackson一起 就是至少有兩個男生 所以 就還好 這樣 然後我們去 那個展的時候 超級棒 他就是在植物園裡面 所以就是 除了他的藝術裝置 就是旁邊有很多綠色植物 然後花什麼的 就是有很多可以逛 然後 最後 最後 我們在那個 紀念品店 今天就是我們三個都實行鋒 就是都買超多 像我們就是買了這個杯墊組 可是他一組裡面有六個 所以我們就是一人兩個這樣分 就是他們最經典的這個點點 就很可愛 我覺得這個很像那個大波霸跟小波霸 大珍珠跟小珍珠 然後這個很可愛 這很像有毒的蘑菇 然後我還買了兩個 就是這個徽章 徽章我也很可愛 然後 我也覺得很可愛 然後我買了是 最經典的 一黃跟一紅 然後 我還要買兩個東西 一個是這個杯 杯子 這個杯子我 我們三個人都各買一種圖案了 然後我的是大珍珠跟小珍珠的圖案 我很喜歡這個圖案欸 就是 不知道 可能是跟那個跳舞南瓜是一樣的圖案 所以我就覺得很經典 然後 黑色的杯子 缺點就是他容量沒有很大 但是 就當個紀念也不錯 然後 還買了一個這個吊飾 就是 Yayoi Kusama的吊飾 好可愛喔 可是這個超貴的 這個28 但是我又覺得這個吊在包包上超級可愛 就是 如果是那種小包然後吊著 就因為他紅頭髮所以很可愛 所以我還是買了 這28塊 好 那就是我昨天的戰利品 然後我 昨天晚上就是 跟凱文吃完 我們昨天晚上是吃那個 台灣bearhouse的東西 然後其實我就是 我沒有點一個便當 我就是只點肉類 然後我家有青菜 所以就這樣吃 然後不知道是不是 那樣吃就是沒有吃飽 然後晚上就其實蠻餓 可是後來又沒有補汁 所以今天早上起來 就非常crave蛋餅 所以我剛剛就迅速的煎了一個 吃到一百好幸福啊 然後 你們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今天 我們還要繼續出門 因為最近天氣真的太好了 所以今天我們要去Brooklyn Dumbo那邊 然後 然後 等一下再用手機拍給你們了吧 我要趕快來準備了 凱文剛剛好像蜜我 今天的穿搭 上衣是 Saturday NYC 我把它折上去 褲子是UNIQLO 底下是 要丟的垃圾 這樣子 出發了 喔 帽子也是UNIQLO 很喜歡 出發了 口罩 GO 我們現在在 這是 Smith Street J Street Smith 這裡很漂亮 像是一個小鎮 哈費 帥哥 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 這條鎮很臭耶 我喜歡紅磚的房 很可愛 很可愛 這個是冰冰吧 這個是家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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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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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醬是醬嗎 會香味醬 啊我們可以開始吃囉 好 剛剛來了這一家算是家具選品店 還蠻可愛的 可是東西偏少 很可愛的店 超級多人的double 想買耶 我又亂想買耳環了 仙人擋的很可以買耶 我想買 這家店好Q喔 河邊要怎麼中 熱鬧的Flee Market 有人在貌似是結婚還求婚 很忙碌 其實蠻浪漫 可是請問新郎到底是誰啊 因為他們都類似長得不一樣 就是到底是彈吉他的呢 還是 就不太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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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心情 你看Loki的臉 他睡在我的腳的旁邊耶 好怪喔 一隻怪貓 怪貓人 怪貓 怪貓 Loki 他要走了 就我那一天就得知我生日快到到了 然後我就變得很恐慌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講耶 就是30歲生日好像莫名的就是對於 一個人就是會有感覺 是一個 一個怎麼講 一個很重要的時間嗎 但其實到底是誰這樣講的啊 就是我覺得社會上真的好多人就是要去定義說 30歲你應該要達到什麼什麼什麼 比如說常常聽到的就是 女生30歲前要結婚 然後可能男生30歲前要有事業要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我覺得好像是因為這種 那種從小被教育起來的觀念會讓我對於今年的生日充滿了恐懼加不期待加 不開心 就是怎麼講啊 就是一個莫名的壓力 但是我昨天就是看了Lulu的演唱會的一個Vlog 然後我記得他就有說 不怕不怕30而已 就是其實社會上對於30歲的這些定義就是都是虛無缽缽的 就是沒有人說30歲前一定要做到什麼事30歲之後一定要做到什麼事 就是這就是跟你這30年間每一個生日其實是一樣的 就是沒有人規定說你幾歲應該要做到什麼事 你什麼時候應該要達到什麼目標 就是這都是應該要由自己來決定 對 所以反正我就是現在還在恐慌 恐慌的點應該是我覺得2021年這一年真的過得太快 就是我怎麼覺得才剛跨年完 然後現在就要到5月生日月 然後就要慢慢逼近生日 對 反正就這樣 啊 在這裡跟大家推薦一個水壺 我在那個這個是hyber 它叫什麼 在貼這個牌子 有一個小人 小人的這個牌子 然後這是我客製化40oz的bottle 它從手提袋到蓋子到瓶身到底部都可以自己選擇顏色 然後我就自己製作了一個 我選的這個主色呢是pineapple yellow 應該是鳳梨黃色 我很喜歡 然後底下是一個比較就是這個什麼青草綠 然後上面這個是一個orange 就是一個柳橙色 然後提袋是有點淺紫色 它實際上看起來比較像灰色 反正我就是把我最喜歡的顏色都放在上面 好啦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吧 大家 如果你也30歲的話 不要像我一樣這麼恐慌 30歲就是30歲而已嘛